现在呢我是想要尝试着从我们的蜂巢当中去进行一个偷我们小蜂块 但是感觉到我们的蜂王呢是在这边是反应的特别大 我这边已经拿到了一块 不知道我能不能继续的成功呢 好紧张 好啦 哈喽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我是你们的Yoki姐姐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讲当中呢 是想和我们的观众小朋友带来一款非常神奇的好玩的这个小的玩具组套装 那么它是叫做一个蜜蜂大冒险或者是蜂蜜大冒险 有点像类似于我们的小心恶犬 它这个呢是叫做小心蜜蜂 我们的目的是要在它的蜂巢当中 尽可能的去多拿它的一个蜂蜜块和蜂胶块 但是它这个小的蜜蜂的话呢 它会发出一个嗡嗡嗡嗡的一个警报声 所以小朋友呢在拿的时候呢一定要抓紧时间 并且呢是要迅速的要把它的这个给它拿掉 那么我们可以来仔细的看一下 这边呢是它的一个小小的说明书 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蜂巢 蜂巢的可以把它这样组装起来 看起来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酷 我们可以给大家仔细的展示一下 这边就是它这个小蜂巢 这边呢是我们的小蜜蜂 非常辛苦的一个小蜜蜂 它呢是要尝试的给我们的这个偷蜜蜂的人 这样的一个可能会有一个惊吓之类的 我们要把它放到后面 然后直到它有一个click 这样的一个声音 那我们就正式的组装好了 在前面呢是要放上我们的蜂蜜 或者是蜂胶 那我们的小玩家呢或者是我们的小朋友呢 就是要尝试的从他前面这个小盒子当中 给它进行一个偷我们的小蜂蜜 那么我们就可以先开始试一下 开始了之后的话呢 它这边会响一下 然后会发出bluum的一个声音 我们手一放过去呢 它就会发出一种这种低频的一个蜜蜂的这个声音 比如说就像 我现在偷上了一颗 那我来看一下能不能再给它偷一颗 它这边呢 它这边震动得非常的厉害 它会长得这样 的一个震动 它一直是在这里震动 然后是声音非常非常的大 嗯 我还是觉得有点害怕呢 那好吧 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呢 如果喜欢的话呢 千万不要忘了给我们的频道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或者是在视频的下方呢 给我们留言 那么我们的频道呢 是每天每周都会定期推出新的视频 如果有订阅的话呢 就能直接收看到下期的啦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